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兴看球理性聊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那我们都知道 作为奥运会的一个未免冠军 中国女排一直是各个国家队重点研究的一个对象 那在经历四联赛的一个练兵之后 那么中国牌鞋也在最近 宣布了出征奥运会的12人大名单 在这一份名单当中 那么大家除了能够看到中国女排国家队几个主力的一个身影 那么几个有实力的一个替补球员呢也是入选 但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看呢 那么有几个球员那个入选和淘汰呢也是备受争议的 那么刘晓彤呢就非常受争议 我们也知道呢 刘晓彤在前段时间进行了一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 他的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 那么大家都以为他基本上是无缘这一次奥运会 那么结果是没有想到他居然还可以入选中国女排奥运的阵容 所以其实很多球迷也都不理解 那么不知道主教练郎平呢到底是怎么想 如果说不带上刘晓彤那么将这个名额给到复工或者智柔人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其实会更加的有利 而除了刘晓彤之外那么林丽和王孟杰之间的一个竞争呢 同样也是备受争议 林丽啊在失去主力位置之后呢 其实这几年来啊大赛的一个机会是越来越少 但是在此前的一个四联赛当中呢 他三次替补出场扭转一个局势呢 也是一度令很多球迷对他呢能够搭上末班车呢 抱有一个幻想和期待 但很可惜呢最终还是没有出现一个奇迹 那总的来说呢王孟杰入选这个奥运阵容呢也是可以预知的 那甚至没有太多的一个悬念 这不仅仅是说啊林丽最近几年是沦为替补 而且呢包括在四联赛上呢也可以看到 那么包括郎平的安智杰呢 大部分时间都让这个王孟杰在场上去锻炼 那么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呢林丽真的是失宠了 王孟杰啊其实并不比这个林丽强 这其实呢也是林丽弱选呢备受争议的一个地方 按理说29岁的林丽呢其实还有机会去参加下一届的一个奥运会 毕竟呢34岁的延龄呢这一次也入选了奥运会的名单 但主力的状态呢毕竟不能够和这个林丽相提并论的 那么更大可能是下一届奥运会呢林丽已经33岁 到时候呢他很有可能去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 所以其实也就意味着那么错过这一次的东西奥运会呢林丽接下来可能就要退役了 当然了其实啊对于郎平这个选择呢 那么之前林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入选和落选奥运名单的一些情况 他说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那么不能想太多个人的东西 要多为集体去着想 那么很明显林丽的一个心态 其实呢一直都是集体观念非常强的一个球员 所以其实如此看来那么他对于落选的一个结果呢虽然说肯定也会很失落 但相信呢他也是支持教练组这个决定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其实只要郎平到时候别后悔就行 那么球迷呢肯定也是支持教练组这个选择的 所以啊其实回顾中国女排那么这十几年来的一个真诚呢 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在2008年之后我们一度陷入低谷 那么幸好郎平回归职教之后呢 也是女排目前最强的阵容呢 也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冬季奥运会之后呢 郎平会选择退役 所以其实作为他最后一届奥运会呢 我们也希望呢他能够带着中国女排 那么实现一个奥运未免的一个好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